這個可以放冰在裡面 雪糕是要咬的 我叫的是特製微真拉麵 一個好像商場的外套 龍羅麗先生 我還是留在桌子上這個 我就是想買這一類的枕頭套 最後我們買了最多東西的地方就是 嗨 今天我第一次來到北海道最大的三井外套 這個是一個有蓋 一個好像商場的外套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走有蓋的外套 目測好像不是太大 今天是星期天所以也有很多日本本地人 目標我們要去三井外套 因為我的行李箱真的爛了 真的差不多用不了 這個是我們用的差不多款 花園有點不同 它是最輕的 這個二千多元帶一點 殼沒那麼強 而且它是大一點和重一點 它說是同樣的 同樣嗎 是的 對 它的設計是大塊一點 但是它裡面的容量一樣 好 來到LIKI等我帶大家看一下鞋子 看真的 原來這兩對是不同顏色的 這裡好像穿到殘了 已經 這一邊好像只有LIKI和SAMSON 來有東西看 哇 外面天都黑了 我們現在去另一邊 但是走錯了路 上了 停車場 什麼叫我上來的 這個已經是北海道最大的外套 好像很小 真的 暫時我們走了一邊 只是入了SAMSON LIKI和LIKI 其他完全毫無興趣 這邊是北館 北館貌似大 都大了一兩倍 還有下層 走這個有蓋的外套 也有少少好處 就是不會又冷又熱又冷又熱 因為這麼冷的天氣 出出入又要脫衣又要穿衣 現在全程都很熱 工廠 聖誕的裝飾 夢樂麗衫 不錯 挺好 這頂 還有PieStan 3420 買 家裡黑色沒有多一點 還是橫色沒有多一點 最後兩頂都買完 如果不買兩頂不夠5000 沒得退稅 所以兩個顏色都買完 New Balance的折扣力很弱 突然間逛逛逛逛逛逛逛 太熱了,我穿了衣服,變成衣服 用了,用了 屎,打開一道牛奶雪糕 美味 小朋友不斷盯著我 吃得很滋味,給他看 我告訴你,要咬一口 雪糕是要咬的 好甜啊,好甜啊 其實我一向都不喜歡吃牛奶雪糕 我覺得很清 我還是留在口袋喝這個 每次來日本都弄一杯 72% 哇,這間很多朱古力粒粒 喝東西的人只能夠一直在門口 這個價錢還有8折 超划300元 我現在很遠都拿了,因為我還有兩件肥 但應該不是魚翁,應該是隔面 但也很划算 大約為244元 這件是為400-500元 這件正常合理一點 價錢 這件是男裝,這件是女裝 這件有款也是4499 座有8折 現在試這件 5分之米線 報時的時間是6點20分 我走了4個小時 但其實真的不是太多東西 我覺得大家如果真的去的話 是可以去的 因為其實它不是很遠 我們開車去大概8個小時 但就可能... 咦,什麼聲音 大家可能行程上 預分半天或3-4個小時 就真的夠了 最後我們買了最多東西的地方 就是Adidas 待會應該可以回酒店和大家開箱 然後其實都真的沒有買過什麼 買了一頂帽子 都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它最名牌的牌子 就是滑沙池 還有... 旁邊那間叫做什麼? 這間了 已經忘記了 Celine那些是沒有的 還有這個Outlet的精神Coach 所以我都是沒有收穫的 因為始終上一次去不是很久 要是我的問題 我想大家當是行商場 現在反而我們開車去了附近 有間Second Switch 還有等一下會去Littori 我就是想買這一類枕頭圖去旅行的時候 它可以這樣套著酒店房的枕頭 但是不是這個質地 這個質地好像太嫩 它是這樣有一個橡筋在後面 因為如果買枕頭袋的話 有機會不適合尺寸 但是這個就一定適合尺寸 可能因為轉了季 它只剩下一些保暖的質地 它本身容易向來 令到你的枕頭 一下子睡下去的時候比較嫩 我那時候買的 它就是火一睡下去比較冷 因為夏天 現在轉了冬天版 今天好像還沒拍過杯 先拍一下 哇這個也很好 雙層有耳朵的 雙層大一點有耳朵的 這隻這樣大大杯都挺開心 開心些什麼呢 大家知道嗎 全部杯 什麼種類我都適合 這個可以放一顆冰在裡面 40元而已 這個不錯 有夠大 家居好物 可以持住 人家有些後面是磁石 我們就用不了 這個很棒 遮袋 不是啊 不是遮袋 是放意粉 每次的意粉都很煩 這個剛剛好 好啊 我們都買了這把刀 我們在香港的列康里買 買了百多元 這裡是499 但是挺好用的 用到現在它還是很鋒利 這裡很大 為什麼沒有人坐在這裡聊天 在這裡全部坐滿了人 在這裡聊幾個小時 在這裡 家的感覺 怎麼可以沒有人的 全感覺很痛 今天來試一下這個 北海道的味噌拉麵山江家 我們大概排了10分鐘左右 前天我在尼小路見到很多人排隊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股噴味 我也不知道是噴味還是味噌味 但是呢 很多客人 應該不是噴味的 哇 好香啊 這個 餃子汁是靠你調的 我不懂的 我平常不吃餃子 餃子呢 醋 辣油 哦辣油 哦辣油 好香 質量辣油 你說像呢 豉油 就三分二 嗯 好啊 嘗嘗關系已經調好醬了 謝謝大家 哎呀 大麵都到了 進來這個轉膠紫菜儀式 哇 你就好了 六塊紫菜 平常我們都吃紫菜不夠喉的 我叫的是特製味噌拉麵 攝影姐叫的是鹽味拉麵 哇 這個很闊落 很好啊 這個拍片 試一下湯 這間其實我前天經過離小路的時候 聽到廣東話 他說這一間很出名的 然後我就寄了在路上 剛才開車的時候經過見到 所以就抹下回程的時候回來吃 好熱 為什麼這麼像中式的這個湯 味噌應該呢 嗯 不算好味道 扔一聲的拉麵 但是這裡這麼多東西 都只是加上港幣八五元左右 值得 通常我平常吃拉麵 九成都是選雞湯 還有一成是選這個豬骨湯 好像沒有選味噌 試完這個餃子就下班了 不啊 等一下回去還要開箱 今天買了什麼 餃子我覺得是正常操作 是薄脆的 不是很厚皮 厚皮我不吃的 但是日本的餃子薄脆是正常操作 先把飯放進去試一口 你點這個形式的飯 又是這個尺寸 嗯 這個菜飯很好吃 嗨嗨 時間關係呢 我已經回到香港的家了 因為當天逛街之後 又吃完的真的有點累了 現在馬上分享我今天的旅程到底買了什麼 首先 有我說我買得最多的 其實都只是買了三樣東西 影片裡面看到的這件黑色的長褲 不過這件其實我是幫我姐姐買的 因為類似的長褲我已經有了 但因為實在太划算了 所以特地傳到家裡的群組裡 問問一下有沒有人需要三百多元 是三百元也不用 因為我買三樣東西 不知道夠多少錢 它再折了 真的很貴底 Ulico Bossini Blenno 應該都買不到 三百元有酒有一件 這麼長黑色很襯的大褲 非常之划算 雖然它不是羽絨 但是香港呢 幾可穿到羽絨 穿這些就對了 不過它後面有個很大的Logo 令這件衣服有少少扣分 第二就是我身上這件Attidas的衛衣 其實我當時是沒有試的 但穿上身後覺得它有少少降氣 不過不要緊 又是很划算的 百多元而已 85元也不用 有人供雜物 不對 飛了一片背心下街 想著冬天可能穿我剛才影片裡面的那件背心 或者加褲 所以這個位置 少少降氣了就算了 當看不到 這件也是藍裝來的 我這次所有試上身的外套 全部都是男裝來的 因為那些女裝太過 不適合我平時的風格 第三件就是 這一件 我是攝冰姐買的 但我剛才找幾都找不到 那絲兒她今天是不是穿了出去 但今天很熱 其實我現在穿這件衣服都很熱 因為這件衣服裡面 是有一些毛毛保暖的 另外一件是這些毛純純的 就是二百多元 它這件就貴一點了 三百多元 其實如果在門市看到 我都會慫慨它買 整個套力最划算 就真的是Attidas 有齊馬多款 這款不會太貴 然後有很多大樓 都是很便宜 四百元內容 有很多選擇 如果大家有興趣去Attidas買的話 就可以去看看 但整個套力 其實真的比起 預電場 或者是東京三井 都是順利很多 因為它的店舖少很多 接購力度又是一間間不同 只是Attidas比較划算 所以我建議大家如果開車的話 是可以去一下 八個字車程 你可以沿途 像我們這樣 我們去Attidas之前 我還去了看紅葉 是有紅葉看的 你可以打開Google Mac 看看順路有什麼適合 那些一間屋的店舖 是多貨和齊貨 有少人過商場的 好像我這次去了Ittoli 我也有少許斬莫的 就是這兩樣 還有這杯 這杯我剛剛也有說到 我會買的 這杯它是雙層的 好像這樣 用來沖飲的飲料 非常棒 我最近在家裡 換了一個可以直接出梳打水的水龍頭 所以超棒 而且我最近要戒可樂 可樂有咖啡印 夾窮不能喝 找其他東西代替 有時候吃完飯 我真的很喜歡喝可樂 但現在我可能會倒半杯梳打水出來 雖然它不是可樂的味道 但那種有汽水的感覺 是可以滿足到的 如果你覺得自己經常喝可樂 喝太多了 或是想知道不好 你可以試一下用梳打水代替 都是那一句 過量都是不好的 膠筋 大家去日本吃當飯的時候 會否覺得這筋很棒 我也經常說過 因為我的嘴邊很容易敏感 如果吃一些有豉油的飯 而我們用平時的鐵筋或匙筋 很容易碰到嘴邊 每次我去日本吃當飯 我遇到這些筋 我都會內心 真的很好 但可以筆到很多飯 之餘 又不會碰到嘴邊 這筋的價錢是 99日圓 即是圍翻 圍翻是5元 5元一隻 其實跟我們停買這個之前 我們已經買了另一款 但看到它這麼便宜 5元一隻 又忍不住買了 這裡還有一個細心位 但在桌面的時候 這個位置就不會碰到桌子 是不是很細心 只有5元 接著就有一個夾夾 煮飯用 話說我昨天炸雞腿 之前我們買了一個 XOX夾夾 被我弄溶了 炸到溶了 應該開這隻出來才對 如果你用易結鑊的朋友 就要小心不要刮花 易結鑊 接著就到2nd suite 2nd suite 我是走了5分鐘 腳臂轉一轉身 我就很快地買了 登登登 這兩隻碗的價錢 每隻是348日圓 20元又找 這隻碟它再便宜一點 298日圓 15元左右 很划算 攝影師很喜歡走一些 二手古著店 我真的沒什麼心機 這就是他今次的戰利品 來自ASBIC的 室內香薰 猜我多少錢 20元 你有心機是可以尋到寶 我是我沒有的 味道不錯 挺香的 另外還買了一條褲 兩件衣服 但算了 我不炒出來給大家看 因為我也不太知道哪一件 哪一件 以上這隻就是我今天的 煎 我的 今天的戰利品 我現在已經說到 出汗了 這件衣服有點熱 一定來 下條片再見 Bye 補充一下剪輯影片 又見到自己說漏了 就是這兩頂帽子 在影片裡都見到我買了 一次過買了它的黑色 還有它的橫色 都是這個牌子 沒有在家裡買的 Tolly還買了這個清酒壺 我們經常喝清酒 家裡有這麼多器皿 竟然從來沒有淨淨色的清酒壺 才可以放一顆冰 保持冷 還有就是這件衣服 很多人DM和留言問我 這件灰色的外套在哪裏買的 證明你沒有看完我的影片 大家去看這條影片 是我上年Outlet的戰利品 不知道 客人 在後面 還沒聽見 他大便 我的內套 是 我的外套 是 我